大家好 我是艾迪 又到了一年一度分享设备清单的时间了 那这也算是每年的固定项目 敢在黑五和双十一期间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我所使用的这些摄影器材 买了哪些又卖掉了哪些 给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做个参考 因为设备这个东西吧 不用是真不知道 用的时间长了 它的缺点呢 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视频就来和大家聊聊 长期使用这些设备的感受 目前我主要拍摄的题材呢 是城市风光 围绕在日落和夜景的拍摄呢 会相对来说比较多 外出旅行一年也会有那么几次 长途短途的都有 那这其中包括旅行当中的 随手记录和风光 以及延时摄影 所以我的这些设备呢 都是为了满足这些拍摄需求 而架构的 熟悉我的小伙伴啊 都知道我有两台富士XT3 那银色这台啊 是在当时刚上市呢 我就预购了 在三年里经历了大风大浪 风里雨里呢 没少折腾它 再加上我这个大多数的视频拍摄呢 都是由这台相机完成的 那今年啊 终于在传感器上烧出了一个坏点 当然呢 我也不太确定 是不是因为拍视频太多所造成的 我之前的佳能相机呢 也是拍了很多视频之后啊 发现这个画质就开始下降 坏点变多了 不知道大家的相机啊 是不是也有这类的问题呢 喜新的小伙伴啊 应该也已经发现了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央 这个位置呢 一直有个白点 那就是这个坏点 后期去除啊 真的非常麻烦 我呢尝试过各种方法 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所以今年呢 就不得已动了 换掉这台相机的心思 富士呢 也没辜负我四年的等待 推出了GFX50S的二代 其实这个一代的时候呢 我就看上了 无奈体积太夸张 外形设计呢 当时还是那种中华服的传统路线 况且第一代产品呢 我一般也不买 保持观望的心态 那之后呢 又相继的推出了50R 说实话 我着实不是很喜欢50R的设计 并且啊 这个旁轴呢 对于我来说用处不大 因为平时我根本就不怎么用这个取景器 所以各方面的条件呢 也都不合适 到了GFX100 虽然一亿像素 当时一出呢 确实非常的震撼 但是无奈体积实在是太大了 去实体店呀 摸了一下 给自己吓着了 跟背着两块板砖出门差不多 去年这个100S呢 各方面其实都比较的贴近我的需求 但再理智的分析一下 自己的购买目的 其实无非就是想要拍个8K的延时嘛 一亿像素显然有些奢侈 再加上这个高分辨率呢 它带来的大数据量 在硬盘存储上呢 也受不了 现有的这个电脑后期处理呢 可能也跑不动了 周边投入的成本呢 会跟着机身一起上升 非常的划不来 最终等来了 今年的这个富士GFX50S2 从外形到画质等各个方面的指标 可以说堪称完美 都符合我的要求 我知道啊 很多小伙伴一直非常期待 我能够买中画服 并且带来更多中画服的相关视频内容 您久等了 富士中画服 我来了 这下可好了 换了中画服啊 就跟换品牌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整个的系统呢 都是全新的 原来的这些镜头呢 统统用不了了 这就是我为拍8K延时所付出的代价 我呢也知道 这一部啊迟早都是要卖的 在确定用这个中画服拍延时之前呢 其实我在网上做了好几年的调研 希望能有其他摄影师给出意见 结果呀 除了一位摄影师分享过使用那个一代50s拍视频的感受 仅此一篇文章 而且呢 也没有写的很详细 几乎整个网络找不到任何中画服拍延时的案例分析 我呢 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奇葩 脑回路稍微有点不一样 只能自己去亲自尝试了 至于GFX50s2拍延时到底好不好用 那就要负责任的用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了 与之详情还请您慢慢的等我测试了 再来分享 有了中画服之后呢 手上的另外一台黑色的XT3呀 就担当起了现在拍视频的重任了 那银色这台呢 今年就算是退休了 对比银色和黑色这两台机器呢 说实话 我觉得黑色的手感要更好一些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表面涂层呢 不一样 银色的感觉呀 非常容易掉漆 您看我这还算是用的很在意的 下边快装板安装的位置呢 以及一些小的局部都已经出现了轻微掉漆的现象 当然呢 这也有可能是我使用这台银色的时间呢 要更多一些 使用中出现过几次无法关机屏幕卡住的现象 都是通过直接拔电池解决的 那次数也不多 也就是三五次吧 不是什么大事 其他方面呢 富士XT3的质量呢 还是比较过硬的 包括雪里 雨里也都没有出现罢工的现象 所以这台黑色的呢 应该还能再战斗几年吧 由于这个中画幅的介入啊 原有的这些镜头功能分布呢 就发生了变化 目前我手上一共拥有四只X系列的镜头 超广角1024标准变焦 就是现在用的1655 还有一个长焦的70300 这三只镜头呢 覆盖了等效16到450的焦段 满足我日常拍摄的所有需求 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这个1655 随便拍着身边什么都可以用它 光圈2.8暗光环境啊 基本还是够用的 但是夜里手持拍摄呢 肯定还是比较弱 它呢也是我拍视频最主要使用的镜头 您看到的每一期视频都是由它来拍摄的 我呢也试过用这个1024去拍视频 但是呢它真的没有1655好用 通光量和自动识别啊 都不如1655 那这个好不好用呢 其实挺微妙的 如果您没有拿它和其他同类镜头 去同时比较的话 可能觉得都差不多挺好的 但是啊真要放到一起左右手去对比 就会有新的结论了 至于1655呢 我觉得您要是对各方面的要求比较的高 不介意它稍微的重一点 特别是打算出去接单的小伙伴 别舍不得投资 它呢绝对是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说个小插曲 今年呀我发现这个我这个1655手动变焦环坏了 思来想去呢 应该是我在两年前唯一一次背包拉锁没拉好 把它从椅子上给掉地上了 还是我今年在录教学视频的时候呢 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手动对焦 哎结果才发现非常的尴尬 那说这个的意思呀是说这个镜头呢 它的自动对焦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以至于我很久有两年都没有发现手动对焦环坏了 修应该挺贵的吧 我估计怎么也得200美金起 所以呢就算了 继续用这个自动对焦模式拍吧 70-300算是超长焦镜头了吧 等小焦距107到457 主要负责拍摄街头和建筑的特写 以及比较远的风景 重量适中 甚至可以说呀很轻 每次出门甭管用不用得上呢 我肯定是要带上这只镜头的 那至于它的画质相信我也不用多说了 之前的对比评测和我的追光笔记都给大家看了 那它和腾龙18-300哪个最值得买 我呢也是很好奇 希望能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测试 虽然现在呢我已经下单了 但是目前18-300啊 还是处于一个没上货的状态 所以呢我也还没有拿到实物可以去测试 目前呢无法给出大家一个选购的建议 估计这个月底应该能拿到了吧 大家再等一等吧 复视原厂镜头呢 那我还有这么一个80微距的定焦 画质成像啊特别的好 算是我用过所有富士镜头里边最锐利的 买它呢是因为之前的一个摄影项目 但说实话这个头平时我用的真的很少 那如果您专注在微距或者是美食摄影上 绝对推荐购买 否则呢真的再考虑考虑 它呀特别的重 而且呢也挺贵的 镜头再好利用率低的话也是白搭 目前呢我也在考虑其他的更便携的方式来替代它 那一旦找到了这个镜头就会说白白了 关于这个富士1024啊 这只镜头一直没去做评测的原因呢 怎么说呢 过于平庸 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 它呢是目前富士变焦广角镜头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一共就那么俩 所以啊也没得可选 我呢准备推出两个测试的对比视频 一个是1024对比8-16 以及1024对比中画书23毫米之间的自杀性对比测试 来给大家说说我的想法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好多小伙伴问我 这个镜头晃动有声音正常吗 正常 这是防抖组件的声音 凡是带有防抖功能的镜头和相机啊 它都有这个晃动的声音 不用担心 您看我这1655是唯一没有防抖的 它呢也就不响 之前视频评测的时候啊 我推荐过这只名将TT2 Tizen的51.2 虽然我很少有暗光环境去手持拍摄的机会 但是呢我还是想有一只定焦的大光圈 来弥补手上镜头最大光圈 只有2.8的不足 那这个镜头啊超级的便宜 超级的好用 用的都说好 目前这个中画幅GFX50S2这台相机呢 我就只配了23定焦的这一个镜头 等效是18毫米 是目前富士原厂镜头当中唯一的广角了 那听说明年呢会推出变焦广角镜头 我呀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那既然选了这个中画幅 就要抛开原有的固有思维 化繁为简 目前呢有用它去代替原来这个1024的想法 所以呢晚点咱们对比之后再看看 那说实话这次换系统呢 也让我对设备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 反省过去的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那未来的日子呢 我将带着这台中画幅去探索世界 揭开新的篇章 也祝自己生日快乐吧 目前我一共有五个三脚架 那除了我自己买的这两个 坦白说另外三个都是品牌送册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好不好用 白诺的这个架子呢 我今天用的很少了 原本购买它的目的啊 就是图个轻巧 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浮屠宝的空气二号 便携的选择性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空气二号了 旅行呢带这个三脚架就特别的纠结 不带吧 怕错过点什么 带了呢 可能一天都用不上 这个空气二号呢 确实要更轻便 更便携 背着呢 没有什么重量感 徒步和旅行 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那上次我那个瀑布之旅 不就带着它去的吗 缺点呢 是反折的次数多了 这个腿这块的这个螺丝啊 就容易松动了 当然它可以用六脚扳手 把它给拧紧 不影响使用 但是相比较这四个三脚架来说 老需要拧紧的话 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还有呢 就是很多小伙伴反映的 它这个腿的设计啊 很容易没缩紧 导致摔相机 这个呢 倒是很真实 在放上相机之前呢 那我都会先确定一下 每节脚管是不是都锁紧了 然后再装上相机 安全底 剩下的这三个碳纤维的重型三脚架呀 就各有用处了 如果是单机拍摄呢 我会首选这个马小路的2542 特别是在城市拍摄的时候 万一遇到有栏杆的环境呢 可以把这个中轴身高一些 提供更多的选择 那来图的这个324C和2542啊 它们属于同类别的产品 区别是这个324C呢 没有中轴 在使用上 马小路的这个新款 云台XB-2R的设计呢 要更方便调整角度 并且它这个云台呢 是带有全景的旋转的 它这个锁定钮呢 是一个单旋转来锁定的 所以用惯了呀 就更喜欢了 习惯养成了之后呢 我就也没再回到来图上了 我承认这个来图呢 也许一开始看上去 好像要更敦实一些 但实际上在质感和手感上 这两个呀 区别不是很大 都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 碳纤维三角架 那关于这两个三角架的 对比评测 大家还需要我出个更详细的吗 留言或者是弹幕告诉我 再决定 目前手上最重的 当然也是最稳的 就是这个马小路的3542SV了 缺点呢 当然就是太重太大了 但是为了稳定性 这些呢都必须得牺牲 没的可选 确实呢 它特别的稳 我在拍摄延时 和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都会用它 非常的可靠 那像来图324C呢 有一次风大的时候 都直接被吹倒了 所以您看我这个云台这儿啊 就也磕坏了 特别的心疼 为了加强这个稳定性呢 和操作的便携性 我还给这个3542 配了这么一个 百诺的三维云台 市场上的选择性啊 并不是很多 那这一款在角度调整上呢 让我眼前一亮 它拧这儿啊 就可以直接的微调了 然后它这个旋钮呢 可以直接的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呢 有了它调整水平 实在就是太方便了 那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大 有了它 放不进这个三脚架包了 那拆下来 把它直接放包里啊 也特别的占地 那原来的这个 XB3R的求情云台呢 我拆下来之后 刚好放在华柜上 也不浪费 省得每次呢 还得拆来拆去的 华柜的缺点 依旧是携带不方便 我呢会提前做一些 准备的工作 预想一下 要拍摄的画面的效果 然后再决定 是不是要用华柜 那基本上就是 开车出门的时候 才敢带它 今年呢 我还买了这么一个 大疆的RS-C2稳定器 在街头拍摄 很多地方啊 其实都不方便 去用那个华柜 所以呢 我就想到了 用稳定器来拍摄 轨迹延时的 这么一个想法 买稳定器 是为了拍延时 估计啊 可能也就是 我这么有病的人了吧 有病又在吗 出来打个招呼吧 当然呢 它也可以用来拍视频 因为我的这个XT3机身呢 它是不带防抖的 大范围的去移动拍摄呢 仍然是不太可能的 即便是有了机身防抖 其实呢 也是无法去跟这个 稳定器的效果相提并论的 那不然还让人家 这个稳定器厂商 怎么活下去 去年呢 我还在使用这个 立的方片滤镜系统 那缺点呢 就是体积特别的大 占用背包的空间 会很多 那好几个包都已经 不方便去带它了 今年呢 我就改用了这个 磁吸系统 确实啊 更方便 而且体积要更小 也很方便去携带 目前呢 我正在使用的是 蓝道B位磁吸二代 和这个卡瑟K4的 金刚狼系列 它们都属于 磁吸圆形的滤镜设计 那做的呀 真是一个比一个小 那蓝道的这个 磁吸二代呢 我已经用了整整一年了 目前来讲非常的满意 在1024超广角的镜头上 叠加多片使用呢 也是没有暗角的 只是在用这个 10档ND减光滤镜的时候呢 有轻微的偏色 整体来说 评价还是很不错的 金刚狼这一套啊 刚拿着 所以啊 还热乎着呢 主要是把它用在这个中化幅的23上 镜片呢 特别的薄 便携性上 比蓝道还要小 这两套滤镜的唯一缺点啊 就是在使用这个 渐变GND滤镜的时候 由于它的渐变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在调整的时候 会比较的有限 所以目前我仍然在寻找 携带方便 色偏小 没有按角 并且能够完美使用GND的解决方案 UV滤镜呢 目前我就只给这个1655 配了这么一个B加W的 超广角镜头呢 由于会频繁的使用滤镜系统 我呢 也就嫌麻烦 没给它配 长焦镜头呢 用的不多 本身画质啊 就会有所下降 所以呢 我也没配UV滤镜 我呢 会推荐大家 只给挂机常用的镜头 配这么一个UV滤镜就行了 主要的作用呢 还是过滤紫外线 保护镜头的镀膜 特别是旅行的时候啊 这个相机放在桌子上 可是非常容易溅上油渍的 不好清理 镜头挺贵的 UV滤镜呢 就别不舍得买了 不好的UV滤镜呢 在逆光的时候 它会出现蓝色的晕光 也是会影响拍摄的画质的 CPL呢 依然是拍摄风景的时候 用的最多的滤镜 无论是拍摄城市风景 还是建筑呢 它都有非常奇特的功效 其次呢 是这个ND1.8和3.0的 减光滤镜 其实啊 三档和六档的减光效果呢 也是比较常用的 当然呢 这也要看您想要 多慢的快门速度了 因为它们呢 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GND渐变滤镜啊 用的呢 稍微有点少 因为今年啊 包围曝光 拍的比较多 当然 严实视频这种 一次直接成像的拍摄呢 GND渐变滤镜啊 还是必不可少的 不要偷懒哦 方片滤镜呢 仍然有它的优势 不过呀 对于我目前的情况来说 真的是用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太不方便携带了 只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呢 这个方片滤镜 在GND渐变的上面啊 会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以及使用超光角镜头的时候 特别是那种球面镜 仍然离不开 方片滤镜系统 明年呢 我会给大家再多分享一些 关于滤镜的使用技巧 把各种滤镜的优势劣势啊 咱们详细的给分析一下 眼睛间的小伙伴啊 可能早都已经发现了 我现在已经改用这个 Smoda的背包了 这个呀还要感谢一位小伙伴 你懂的 60升呢超级的大 适合户外长途旅行和设备比较多的时候去携带 内胆隔断呢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啊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旅行背包 所以非常的灵活激动 内胆呢我买的是两个小包 所以啊可以单独当作小单肩包来使用 但是啊其实我一次都没这么用过 Smoda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第一材质非常的好 第二设计理念非常打动人 背包这里呢有个小兜 看起来什么都放不了 但实际上呢它是放垃圾的 旅行中的塑料袋和纸直接团起来放进去 细节设计啊非常的走心 第三呢对各种体型的人都非常的友好 背带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可以调节的 甚至还可以单独去购买小号 或者是超大号的背带 让每个人呢都适合 确实啊这个包是我用过所有摄影包当中 背负感最好的设计的呢恰到好处 平时如果就是随便出去溜达溜达拍一拍 带一个相机一个镜头 我呢就会用这个战术的背包 其实当时呢就是看中这外形了 很不像摄影包比较的低调 不过这个单肩的背包啊 带的设备多了走的时间长了 还是觉得后背疼 特别是现在啊换了这个中画服 得把这个中间的隔断啊全都去掉了 相机呢刚好填满整个背包 估计啊走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目前常用的摄影包啊就这两个了 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我背呢还是这个史莫达 有的时候这个顶层呢甚至于都填不满 但是呢我也想要这个双肩的减轻负重 那要不是这个单肩包啊 它已经超出退货期限了 恐怕它已经不在了 史莫达今年呢推出了两款新品 感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去看看 不过呢我还是非常喜欢它这款蓝色的 那它之后呢也没有吹出过这个颜色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呢是60升的 如果您既有相机也有无人机 还有很多配件 平时呢最少也是带两个镜头以上 那至少您也得买40升以上的包 才能装下这所有的东西 毕竟呢这个背包里除了设备 可能还会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衣服和吃的 否则呢就会过于紧凑了 在购买之前呢您可以把自己想要带的东西 都拿出来放到一起 去感受一下它的体积 量一量尺寸 然后呢再来决定买多大的 在购买摄影包的时候 能不能去装一个电脑 有没有仓位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呢千万别忘了考虑这个因素 这个Anker Power Core 20000pd的充电宝呢 我强力推荐过好多次了 绝对是旅行和外出拍摄必备的良药 电池不够 手机运动相机稳定器的续航问题 通通都可以用它解决了 那毕竟忘了充电这种错误啊 每个人都犯过 而且经常犯 有了它呢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当然啊千万别忘了给充电宝充满电才行呢 目前呢它可以充我几乎所有的设备 包括手机 富士相机的XT3 大疆运动相机 还有这个RS-C2稳定器 Mini 2 无人机 还有华为都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边拍边充电 当然无人机不行啊 不耽误干活 还有呢就是新买的这个GFX50S2 都是可以开机充电的 我呢本以为是不行的 因为富士官网呢 它并没有写 但是亲测有效 关机的时候充电会显示绿灯 开机会在屏幕上出现插头的图标 这都表明它可以充电 这下呢我就更放心了 官方数据一次充满呢 可以给相机充8到11次 实际用起来也确实差不多 平时呢我就是一个星期给它充一次电 这个充电宝呢已经上市有年头了 担心它停产呢 我今年呀就又买了一个 当然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可能也有同样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PD接口才行 普通的充电宝是不支持这个PD的 所以无法充电 购买的时候呢 你还是得看准了 其他品牌呢 还是测试了才能知道 Anker呢是富士官方认可的品牌 所以我也就比较信赖它了 城市中的拍摄呢 其实比想象中要麻烦多了 特别是拥挤的街区 有可能是不允许您使用三角架 那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地儿 这三角架 这也包括露台或者是楼顶的观景台 那由于我在这方面的需求比较的多 所以目前呢我有三套不同的应对解决方案 迷你三角架 大力加和平板支撑 那来说说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大力加呢适合有栏杆 或者是扁平位置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呢 千万要注意一下 这栏杆啊会不会晃动 小心调皮的孩子会在旁边啊 爬上爬下的 在平台窗头这种位置 使用迷你三角架和平板支撑呢 都是更稳的方案 重型设备 我强烈推荐您使用这个平板支撑 就是稳 没别的 缺点呢 就是比较大 因为它呢还得再单带一个云台来搭配 迷你三角架 它的应用范围呢 其实会比较的受限制 因为这三条腿如果展开之后呢 它占用的面积其实就变得非常大了 相比较这个平板支撑呢 需要更大的面积 但是呢 它的携带确实要更方便一些 富士XT3在拍摄延时的时候呢 我一直使用的都是这个JJC的快门线 目前啊 我一共有两个 在两台相机上同时拍摄的时候呢 就用得上了 这款快门线呢 也可以使用在中画幅相机上 当年购买的时候呢 我就留了个心眼 所以您在购买这种配件的时候 也要对未来换设备呢 做一个预估 能覆盖的多一些 那当然是最好了 未来换机身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毕竟这种小东西 老换也是挺烦人的 以上呢 就是我在2021年所使用的设备了 网站里那个我所使用的设备这个页面 我呢也已经给更新好了 每个设备后边呢 我都附带了简短的评测和感受 好的东西就要拿出来分享 在我这儿啊 没有秘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除了以上这些小的配件呢 还有一些更小的东西呢 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比如说这个 它是一个快捷的安装工具 是我买这个来图34C的时候 在三角架上面带着来的 它上面呢 有几个小工具呢 非常的实用 比如说最上面这个 它就可以代替一个硬币 来拧咱们的快装板啊 还有很多配件 然后底下呢 带三个不同尺寸的六角扳手 那么大多数的设备呢 都是这三个尺寸 所以这一个小工具 就可以解决了大多数的问题 并且呢 它是一个这样锁定的 可以随身带在身上 那其实来图这个呀 并不是原创 哦对了 它呢 其实这个位置 还可以当一个瓶起子 你要外出喝个啤酒什么的 它还能有一个特别的用处 其实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来图原创的 我最早第一个见到这个东西 是谁呢 是来自于这件 三条腿 但是呢 来图很聪明 在它的基础上呢 做出了一点点的改进 我呢 也是觉得这个设计 确实要更好一些 这个东西很方便 您可以把它给挂在包上 或者是像我这样挂在钥匙链上 这样出门之后 就不再发愁 身边没硬币 没法拧快装板 或者是没有六角扳手 没法给三脚架的腿拧紧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用的 就是我买的这个工具包了 基本上平时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我都给放到这个包里边 所以一出去一滴了就能走 非常的方便 收纳起来呢 也更整齐 不然这些东西呢 散在包里各处都有 总有一天您会忘带一样 特别是像我上次旅行 忘带充电器的那次 要不是我所有的充电线 都在这个包里边有一个备份 那么我上一次的结果呢 就是惨不忍睹了 所以呢 这样的小收纳袋 我建议大家呢 都把自己的这些线啊 电池啊 还有一些这些零散的 比如说我会把这个快门线 也会放到这里 也就是说 平时日常常用的东西呢 都可以放到这样的一个收纳袋里边 这样呢 方便统一的携带和管理 在我这里边呢 还放了一些清洁的用品 像上次那个清洁的气吹子 还有清洁的布和湿巾 在这里边呢 都有一套 总之 出去带的所有的东西 小配件 我都会放到这样的一个包里 好家伙 这一个视频从白天直接就给录到晚上了 好家伙